随着我国逐步解封 更多员工回到办公室上班 工作场所的清洁服务需求 已经回到了冠病疫情前的水平 不过新加坡环保与卫生协会指出 由于本地疫情趋劳 消毒服务需求锐减 与阻断措施期间相比 大幅减少七成 记者洪宝林报道 这家清洁业者指出 进入解封第三阶段 公司接到的办公室 清洁消毒服务订单锐减约九成 业者认为 这主要是因社区病例明显下降 大部分企业现在只要求 一般的基本清洁服务就已足够 办公室实行了 分阶段工作的时间制度 人流量也稍微的增加了 因此清洁服务的需求 也相对的提升了 大约15到20个百分点 主要的清洁工作集中 在高度触碰点与洗手间 都增加了清洁的次数 也有清洁公司授寻师指出 随着冠病疫苗接种工作展开 以及社区病例维持在低水平 许多企业对办公室 是否有必要进行长期消毒 目前仍持观望态度 一般相信 有些企业的预算减少 所以对消毒服务的需求不高 新加坡环保与卫生协会 告诉本台 冠病疫情期间 一些年长清洁工已退休 加上边境管制 外籍员工受限 本地清洁团队的人数 同疫情前相比 减少了约7% 让这个行业 面对更严峻的人力挑战 所以协会就鼓励我们的会员 给我们的清洁工人 多一些多元化的培训计划 采纳机械化 提高生产力 在同一个时期 也是提升了我们的清洁水平 新传媒新闻记者 红宝林报道